因为有未就家庭虽然说不及及修理好的标准 包括出来总共算是相当的困惑 探到过一切这个机会 南岛市受定居 特别准备将近1,500多的蚂蚱 会送过南岛市跟敏感兴的浴室家庭 也有到丁顶的国庭修够来做变故 发生的对象 将温暖来送过相改需要人 一串一串的蚂蚱 代表着社会国家某某的爱心 除了几天就是五十多了 我们在市设定居管理委员会 所有的市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将一千多了蚱蚱蚱 各种製造出来 要送给南岛市跟敏感兴 九十个月的浴室家庭 跟我们平和国小的校长 跟几个校长来建议的 我们问过去平和国小 或是这些学校 我们这些弱势团体 我们这些边缘户这些学生孩子 过去有收到蚱蚱吗 但是我们校长都说不蚱蚱 因为这些区块过去都没人 没人去关心到 因为它是边缘户 它不是低收入户 所以人们都忽略 所以今年 阿高 接受到我们设定居 生年会这些好朋友 送一个蚱蚱 给大家 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端午节 其实设定居已经年三五年 在过年前 送年彩虎玉学家庭 今年是第一年 伴侣送肉粽的活动 就是希望好 不可以先亲家的修计保证明 但处理总空 同样很困难的家庭 别能吃到好吃的肉粽 都会温暖的五个 每逢家节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 在边缘户或者是弱势的关怀 特别需要教育 需要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关心 我们受政工 一起跟平和国小 跟南投市 民间乡的教育团队 关心我们的弱势儿童 除了传导爱以外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教育的出发 从教育出发 让孩子家节得到温饱 也让他的学习 无后顾之忧 因为有社会 生心人数的帮忙 让三马荘的寡人 第一次办 就办到那里成功 主办导演 也其他有灵力的朋友 都能继续导三天 将这份爱心 演唱下去 记者行事 参谱 在这份爱心 都 都 谢谢观看